你必須在80歲的時候 剛好迫事 哈哈哈哈 別別別別 怎麼可以這樣亂講話 哈囉大家好 我 哈囉大家好 我是觀察文 好久沒有一個人在拍影片了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拍影片的時候 是我28歲生日的時候 而如今過了又快要半年的時間了 所以算一算我明年可能就要29歲 現在就要30歲了 我只要想到30歲我壓力就非常大 不管是例如說可能你的代謝會變慢 或者是你可能要開始為你的人生決定一些方向 我記得我之前拍影片的時候 有跟大家分享過我媽的一句座右名叫做 不要羨慕別人花開得早 要努力讓自己花開得好 如果說你今天出生的時候 沒有剛好含一個金剛吃 那應該要怎麼辦 其實之前就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我從高中畢業的時候就開始打工了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我家的家境並不是非常富裕 所以我必須要每個月都會存到一定的零用錢 我才可以去例如說買課本 繳學費 甚至為未來的就學貸款去做準備 那當然就學貸款我可能一整個四年下來 就必須要償還到50萬元 從高中畢業到大學的那段時間 我就變成了一個非常會算錢的人 不管是我非常喜歡存錢 或者是我非常會算說 原來這樣差了多少錢 可以省下多少錢 也因為這樣的好習慣 讓我不論說我今天賺的錢 到底多還是少 都可以盡量存到一點點的錢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就是說呢 如果你想要退休的話 你應該要怎麼做 這個蠻可愛的嗎 我之前在韓國買的 想說總有一天會用到 沒想到就是今天有一天就是今天 因為我上網看了一下數據喔 台灣平均壽命大概是可以活到80.2歲 那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今天你想要在60歲退休的話 是不是至少要存到20年的退休金 那如果說今天你比較貪心一點點想說 天啊我的上班輩子花了多少錢在工作 如果我幫自己規劃我45歲就想要退休的話 那我如果可以活到80歲 是不是我就必須要存到35年的退休金 假設今天想要存到35年的退休金 可是呢每個月假設假設最少的花費是3萬塊的話 那我來算一下這樣大概是多少 這個算盤有點算盤的出來 好 沒關係 我們換一個用資算機來算 好 假設我今天我要存35年的退休金 那我每個月是要存到至少3萬塊可以花的話 喔 從現在開始到我45歲退休前 我必須要存下105萬元 我才可以在45歲退休到80歲 而且這個前提還不是說你要退休就退休喔 這個前提還是說 如果你45歲就退休不想工作的話 你每個月花3萬塊的情況下 你必須在80歲的時候剛好過世 哈哈哈哈 怎麼可以這樣亂講話 可是確實如果說你按照這樣算的話 是不是等你到了80歲的那一天 你就沒有多的錢可以花了 那應該要怎麼辦 其實呢要存退休金的方法有非常的多 第一個就是把錢存在你的鋪滿裡面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有可能會不見 那第二個呢就是把它存到銀行 那當然銀行就會分成活存跟訂存 或者是有利息的 例如說美金訂存 像我自己有在用的 但是我也有用一般的訂存 我也有用美金訂存 那再來另外一個比較複雜一點的 可能就是買基金 例如說你每個月可以固定付3000塊錢 像我這邊 就是每個月把3000塊就這樣投進去 然後呢例如說到一定的年份之後呢 他就會幫你算說 喔那這樣可以賺到多少利息 那如果說呢你是稍微膽子比較大的人呢 當然可以選擇買股票或者是買債券 他風險當然就會比較高 那相對而言就是你的投資報酬率也會比較高 有可能你放一筆錢 過幾個月進來之後 他就會變成兩倍的錢 那也可能你放進去了之後呢 過幾個月 誒這些錢全部都不見了 就如同我們很常在電視上 聽到的一句話就是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生購錢應享樂公開說明書 好這麼說好了 因為市面上一定會有非常多 例如說除去保險 然後理財基金 各式各樣的方案 可是要如何選到一個比較適合你的呢 那當然你可能平常會接到非常多的廣告的電話 又或者是你有朋友剛好就是在賣保險賣基金的 可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款呢 其實是為了要讓民眾有正確的退休觀念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一款 是有官方背景的叫做 基付通 沒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就是 有一種官方背景的基金交易平台的基付通 如果說現在你在看影片 你已經30歲 甚至已經50歲了 重點就是因為這個全民退休投資專家 它是完全沒有年齡限制的開銷 也就是因為沒有年齡限制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影片看完 好歡迎你們現在留下來繼續到我的影片裡面 可是看到現在呢你是不是會想說 天啊觀賞完 今天是哪一家投信公司的業配呢 我必須要很嚴肅的跟你們說 今天不是哪一家投信公司的業配 今天是三家投信公司的業配 哈哈哈 是哪三家呢讓我娓娓道來 第一家呢是安聯投信 第二家呢是國泰投信 第三家呢是群役投信 這三家呢是透過產官學界 非常多位專家呢共同閹割把關審核出來 才可以加入這個基付通的好想退的 全民投資退休專案 好如果說你今天是第一次要買定期定額基金的話呢 你應該要怎麼做呢 首先呢其實網路上有非常多的網站 都有提供不同的問卷 讓你去選擇你個人投資的喜好 例如說如果你是可以承受高風險的 那你當然同時可能會有高報酬率 可是如果說呢 這筆錢是未來有可能還要用到的 你沒有辦法承受它一個瞬間 全部丟到海裡面 那你可能就要選 例如說比較低風險的 那如何去分辨呢 如果你現在想要買基金 你卻又懶得上網找問卷分類的話 沒關係 我已經幫你做好字卡了 我們請看 今天跟大家首先介紹的呢 目標風險類型呢分為保守型 文件型還有積極型 主要是可以依照你的風險程度來去做選擇 簡單來說呢 積極型的預期風險跟預期報酬都會高於積極型 可是呢積極型的預期風險跟預期報酬呢 當然會高於保守型 好我們剛剛看完了目標風險型 我們現在來看比較是我個人選擇的目標日期型 什麼叫做目標日期型呢 也就是說假設今天距離我退休的時間是20年後 那我就是每個月呢就把這個3000塊這樣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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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這個基附偷的全民好想退的退休專案裡面 怎麼樣規劃呢你一定很好奇 其實呢它背後會有一個非常專業的基金經理團隊 它會去按照例如說不同的風險去調整你的投資 穩健的程度 那當然呢越來越接近你的退休時間 它會投資的操作方式會越來越穩健 可以讓你就是盡量保障 就是說在你退休的時候呢 就可以領到一筆完整的退休金下來 好如果說聽了那麼多 你非常想要加入我們的基附通的專案的話呢 還有什麼其他優惠呢 沒錯在7月30日前呢 你可以完成報名加入基附通的專案 於7月31號到8月29號的這個期間 申購完成 接下來從9月1號連續24期讓你扣款 如果說呢這24期你都有準時扣款完成的話呢 你就可以享有免申購手續費 還有低經理費的優惠喔 等於說呢你每個月每個月3000塊的存 你就可以把你的退休金存下來囉 好啦說了那麼多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喔 因為呢投資一定會有風險 所以呢基金投資呢有賺有賠 申購錢一定要享樂公開說明書喔 今天過後呢 不論你選擇的是哪一種存錢方式 不論是活存、定存、美金利息 或者是跟我一樣加入基附通的 好想退的全民退休專案 無論如何都沒有關係 希望我們可以在60歲的時候呢 辦一個粉絲同樂會 然後大家都是白頭髮 我們相約在Coffeting裡面 全部人都拿出自己的退休金這樣 我好有錢喔 因為呢其實無論如何啦 本來就是啊 自己的退休金呢 就是一定要想辦法好好地去規劃 所以如果說呢 你今天是20歲、30歲也沒有關係 不論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呢 一定要想辦法幫自己存到一定的退休金 未來你才會有更多的成本去遊山玩水 好嗎? 好啦那我們就60歲的同樂會見啦 哈哈哈哈 如果說那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按個讚、按喜歡 然後呢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把旁邊的鈴鐺打開來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 公開說明書 投資一定有風險 投資基金有關的有賠 收購錢的分開說明書 投資一定有風險 投資基金有賺有賠 升購前提 享用的公開說明書 都猜完了 哈哈哈哈 蛋蛋片了吧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升購前提 享用的公開說明書 我會背了 好可愛喔